韩国也有跟中国的美丽修行一样看化妆品成分的软件叫花hen 花hen就是解析化妆品的意思 在韩国最权威粉丝最多的APP 如果能在这样的APP里面拿到第一名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考上了清华大学 然后呢又是全校第一 哇哦 今天的这个上映广告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在韩国当地有名 但是呢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的品牌 Round Lab品牌的独岛系列产品 化妆水精华面霜 其实每个月我选六个产品给你们推荐的时候 我真的是默默的祈祷有真正好的产品联系我 而不是那些品牌 你们知道 作为一个有温度的美妆博主 我希望我能够真正推荐好的产品 而且用我的专业度 好好讲解这款产品 然后呢让最适合的人购买 而不是把价格打下来 把这个产品推荐给看视频的所有人 我不干这样的事情 其实推荐好产品是博主的荣幸 因为好的品牌找到了嘛 但是呢从很多产品很多品牌当中啊 选择一个最适合的产品 也是博主的能力是不是啊 所以呢每个月推荐的六个商业广告 对我对你都是非常重要 我一定会认真的选拼 第一款是独岛的爽肤水 这款爽肤水2017年18年 在花黑APP里面连续两年得了第一名 而且又在韩国最前卫的消费者评判网站 Allure那里面啊 评判团满意度99.9% 购买意向达到了97% 还有这款爽肤水在其他的渠道里面 也广泛的被推荐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爽肤水 其实啊你们千万不要小看 这个韩国的化妆品市场的这个竞争力啊 虽然国家小人口没中国这么大 但是呢化妆品真的是 啊真的是竞争太厉害了 能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 能够连续两年啊 足以说明他的一个竞争力 而且我也是因为这款爽肤水 我才愿意给大家推荐这个独岛系列的产品 爽肤水一般是作为二次清洁 或者是这样的湿肤水 所以呢这个成分啊 必须得非常的安全温和 而且对爽肤水搭配这个化妆棉 这样进行摩擦的时候啊 千万不能伤到皮肤 所以呢Round Lab开发了Hatching EX07的一个成分 可以非常温和的做到皮肤角层的管理 特别适合皮肤干 又皮肤粗糙 而且化妆前需要这样的 梳理皮肤纹粒的这样的作用 上个月我在其他视频里面 化妆水化妆棉 这样梳理这个皮肤纹粒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这样经常擦的话 皮肤会刺激 对我认可你的观点 我也不是说每一天都这样 我也不提倡这么做 但是我也有情地提醒你们 你在化妆前 如果是用化妆水加化妆棉 这样轻轻地擦一下 梳理皮肤的纹路啊 你也会发现啊 因为要让妆容漂亮 是化妆室的一个本分 如果你想这样擦来擦去的话 化妆水也得足够的温和 而且化妆棉也得足够的温和 而且不能太用力 而且化妆水里面 也不能含有过多的去角质成分 当然敏感剂 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这样乱来 这款爽肤水还含有 泛唇 尿囊素和甜菜碱 可以更好的正经舒缓我们的皮肤 也很认真的做了皮肤人体临床测试 对皮肤的纹理管理 皮脂管理 还老非角质管理 都有改善的效果 所以很适合特别干燥的秋冬这个季节 但是师傅的时候 千万不要超过五分钟以上 这样的话 反而这个化妆棉会吸走皮肤上的水分 重点是你千万不要小看它 看起来小 但是容量足足200毫升 所以如果你需要补水 镇定舒缓 梳理皮肤的纹路的话 就可以考虑这款爽肤水 相信我这款水足够的温和 敏感肌 干性皮肤也都可以使用 第二个产品是独岛补水安品 我们先看这个成分 干油葡萄干是复活草的核心成分 可以有效提高皮肤表层里的水分的蛋白 还要防止皮肤湿水 也含有我们所熟知的 小分子 中分子 大分子 玻尿酸 可以对我们的角质层 有很好的补水和保湿效果 也含有天然氨基酸成分很丰富的 从海洋生物提取的 小分子胶原蛋白 虽然吸收率不高 但是对我们的皮肤有很好的保湿效果 里面还含有神经线烂成分 所以对我们的肌肤瓶这样 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我们看一下使用感 第一出来看到了吗 有点像褶翼一样 一点都不黏 你特别适合一些清爽感的精华的人 还有对成分比较担心的人 不用担心 里面所有成分都是EWG的最高等级 而且也不含20种一些潜在危害的成分 所以不管你的皮肤再敏感 用它应该没什么问题 最后一个是独岛的保湿面霜 这款面霜用起来不是特别的厚重 但是保湿能力是很不错的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真的很清淡 这个是独岛系列所有产品都有的味道 特别现在换季期间 如果你的皮肤很干燥 很敏感 脱皮 红血丝 你可以考虑它晚上用也可以 白天用也可以 但是白天用的时候 稍微用量少一点就会更好 成分也是跟前面这两个产品一样 都是EWG的最高等级 而且也不含20种潜在危险的成分 购买的方式很简单 大家可以在下方购物车 或在小红书商场搜索 柔温来就可以了 总结一下 Round Lab这品牌真的是非常的温和 在韩国当地真的有名的品牌 很多KOL网红也都推荐 特别是适合皮肤敏感的人 换季过敏的人 这个产品就是你的菜 在这三款产品里面 我本人是最推荐这款爽肤水 也是这个品牌的明星产品 放心吧 现在开始给你们推荐的 所有的韩国产品 必须是韩国当地 这品的产品 要不然绝对会给你们推荐 让我的粉丝买的对 用完更漂亮